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洛京和师傅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美味好料理要烧的是 当令的这个季节看得到的领角 对 领角我们今天用的是领角的肉 那现在在超市里面都可以买得到正空包的 其实很方便的 你这个是生的吗 这是熟的 这是用一次的颠锅的水把它蒸熟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生的 然后你蒸熟 然后这个是有的些人当领嘴吃的带壳的 对 那我们看到领角你不要去挑 只要挑大的饱满就可以了 可是对这已经剥好了 那这怎么剥呢 就是大家有那个我们一般的剁刀 然后尖尖的直接 当然我们看到这边是凹的 这边是有一点点伸进去的 所以一定要凸着这个 瞧一下就变成这样子 就很方便拔布开就可以吃了 其实市面上有些时候 有些这个小摊贩就会卖 对对对对 这样就是一颗完整的 没错就很好剥 那这个是你买市面上的生的 然后先用电锅蒸熟 一次水就可以了 一次水它就蒸熟了 对就蒸熟了 那熟了之后我们来炒一下 我们今天炒金沙 好 然后炒金沙之前我们先把我们的 金沙是这一块的蛋黄准备要炒的 对蛋黄 这个也是蒸熟的吗 对先把它蒸熟之后把它挪碎就可以了 把它压成碎 这样就变成很很香的金沙 就我们买咸蛋黄的那个蛋黄取出来 对然后稍微把它蒸熟之后把它压碎 对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那所以炒金沙的话大家可以自己来家里实验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我们事先我们今天放了就是当季的角白笋 然后还有红萝卜 然后先下去之后用干锅 干锅之后我们加上一点油 那因为我们要把红萝卜素把它炒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完全大火 那我们在炒的时候因为它是整块的 然后笋子也要吃一点油 它这样子炒起来比较好吃 然后这一边呢 因为它这个时间要有一定的时间 然后这一边也是要加一点油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下去煎 我们蒸好的这个领角的肉 要稍微把它煎一下 因为普通啊如果在餐厅里面做的话 会加上一点点的粉下去把它炸酥 再去炒金沙 可是今天我们不用粉了 因为我们用它本身自然的粉 我就要莲藕粉下去把它做 凝角粉 然后这个把它夹着 餐厅可能用炸的 那用炸的它口感可能会比较酥脆 没错 那你现在等于是要稍微煎 让它表皮也有类似的口感 对你煎过之后就会比较香 这个就是锅子下去之后 你就开大火慢慢地炒 慢慢地煎 然后这个有没有香气上来了 对 来 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香菇 香菇加进来 也是一样稍微炒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红萝卜 差不多熟成 差不多五成了 然后这里面我们也是要 加上一点点的虾子 虾子我有用一点点的粉 稍微把它抓一下 然后稍微给它炒一下 就是干锅炒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放上一点点的玉米 我这个要把它垫在底下 等下你在吃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层次感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点点的水 不要太多 差不多两大匙 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毛豆 我把它煮过了 然后把它盖上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菱角 菱角就是慢慢煎 它你会闻到香味 好 要不要 全部香气都上来了 对 你就慢慢煎 它越煎越香 那菱角尤其是在油脂 你放多少它吸的 很不容易吸油 所以这个时候 对 光滑的 你炒起来就扣扣扣扣的 对 有的会把它煎到特别干 不用 你要让它 有一点点的湿润 好 来 我们这个时候把它倒出来 然后我们的金砂再另外炒 对 要金砂要另外炒 如果你一起炒的话 它炒不起来 好 好 然后这个时候啊 我们剩下的一点点的油 对 那再炒金砂的油脂 要稍微有一点点 那你再加上一大匙的油就好了 让它有一定的热度 来 我们的那个金砂 要让它炒开 对 你大火 下去之后你把这个 来 然后那个锅铲 要一直滑它 对 你看镜头下 它其实一直冒泡了 对 它会一直冒泡 那油脂越多速度越快 可是吃的你会有更多油 所以我建议就是 你把它差不多一大匙的油就够了 那我们炒到金砂有一点点 就是颜色黄色变成比较亮的颜色了 有没有 它这个整个都完全香了 那如果你加油的话 使整个都会起泡了 可是我们油不要加那么多 好 那我们这个炒到它香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放进来 你把它炒香之后 你的食材就可以裹它 对 所以你在家里炒金砂的时候 就是炒到它的那个关键 这个差不多时间点 你的要搭配要裹金砂的食材 才可以入锅 对 然后我们放在一起的蒜头 然后一点点的葱 然后这里面要放一点点盐巴 不要放太多 少许就可以了 一点点盐 对 然后糖 然后起锅之后 放上一点点的胡椒粉 好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稍微 把它炒均匀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把它炒均匀之后 火把它关掉 好 因为我们的鱼角也熟了嘛 所以所有的配料炒好就好 对 好 这个已经好了 这个要垫底的 那我们就直接毛豆已经好了 对不对 然后下来 然后这里面的味道 我们就让它很简单的 有一点点的蒜头的香气 然后下去把它炒一下 然后这时候加上一点点的酱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开大火 好 这炒好了之后 起锅之前加上一点点的香油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这个打底 然后这个放在上面 就可以来试吃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洛师傅的这个鱼角 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特别的鱼角 因为我对这个鱼角 因为我太太是台中丰园人 所以我们记作鱼角就是 台中丰园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鱼角酥 好像一般吃就是把它当一个鱼嘴 也在吃 但是第一次吃到这个裹着一个金沙 有一个又一个很香的一个香气 而且它口感不是一般的松软 除了松软还带一点酥脆的一个感觉 再搭配这个其他食材 感觉是非常的清香 然后又非常的入口这样子 那讲到鱼角这个食材 其实平常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 他只是一个点心类的东西 可是其实他本身